到這裡以後再把它點開 可是在這裡要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也是一個非常合理 情有可原的想法 而且這是 我們覺得這是 應該是一個很平常的case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不應該限制使用者說 一定要點下去到這畫面 再把它start起來 如果在這邊長按的話 還跳出另外一個menu 那它可以直接針對這一個POI 做一些動作 那我們學到就是說 比如說電話在這裡 大家看這個畫面想到說 如果我今天要打電話去定位的話 要按什麼 我們設計是 就是按這個撥號 我們寫著很大的字在這個撥號 可是其實是一個很合乎常理吧 是一個很合乎常理的想法就是說 我看到電話 我要打電話 所以我手指頭就去按了電話 它就給它打 那像這種比較直覺的方式 我們認為是也蠻重要 所以在這個case 你按了電話 它就真的就是跟它這個撥號一樣 你按了這個地址 它就是要地圖的意思 就是說當使用者看到這個資料 按這個資料 就應該要對這資料對應的效果 那這樣子是原則上是比較符合 一般使用的行為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你的application 有這個feature 你就把它畫在畫面上面給大家看到 因為剛剛講的 再回去看一下這一頁 對 原本這邊是沒有這個路徑規劃的按鈕 使用者如果到這個畫面 他知道他在哪裡的時候 還要規劃一個路徑 他得按那個menu的鍵 然後跳到這裡來 menu鍵裡面有一個就是規劃路線 但是我們收到很多很多很多feedback 就說你們實在是應該要把規劃 跟那個googlemap做結合 把規劃路線的功能也夾進去 然後我每次都說有啊 你就到那個menu按規劃路線就有了 回了不下二三十封這個信之後 我就決定把它畫在這裡 那我們那時候也學到就是說 其實錯是我們的 我們發現說按menu 我很多時候把功能藏在那個 Android的時候那個menu鍵 都把它藏在這裡面 其實是不對的 你如果有一個功能的話 你就把它畫在螢幕上面 讓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去使用它 除非是一些真的很少使用的功能 或者是你們發現這個功能是真的 一百個人裡面只有兩個人會用到 可是如果不能用的話 也是造成比如說備份 像這樣的功能 你常常 不會常常去用 但是要用的話 它又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有些資料要備份 那像這種東西 好 你就把它加在menu 但是如果是比較一般的 一般的那種功能的話 還是建議都是把它畫出來 畫在畫面上面的 對 然後menu的這個東西 盡量都是把它就是settings 你有一些設定啊什麼 就是放在menu 比較符合一般的習慣 是 為什麼這個撥號沒有想要放 那個綠色那個撥號的icon 你說這個綠號放在這裡啊 對 我沒有想過要放在那裡啊 對 放在電話的圖式 還有上面的柱子 柱子旁邊也放在電話 你說這一個換成這個 對啊 然後剛剛那邊是講 柱子旁邊也可以放一個電話的圖式 柱子 不不不 放一個地圖的圖式 喔 放一個圖式 然後電話後面也是放一個綠色的電話 對 這講得太好了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建議 那當初其實有討論過 然後後來又幾點唐盛 第一就是說 這邊放一個電話的圖 那這邊又放另外一個地圖 欸 這蓋掉我忘記是什麼東西了 圖庫 喔 圖庫 那圖庫又放另外一個地圖的圖 我們發現就是太多圖式在畫面上面 反而會搞不清楚哪一個圖是要幹嘛的 那如果我們只是簡單的放說 這是要做什麼的 很多時候也是很好 就是一看就知道它是幹嘛的 你不必靠著圖式去猜 那當然你把它換成圖 我相信大家用久了也是習慣的 那只是說目前我們並沒有收到太多的 feedback 說 欸 這個拜託 你看撥號誰知道這是要撥號的 就 目前還沒有收到這樣子的feedback 所以 好像還不錯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趕 可是如果你現在開始發動一些spam 然後 我顧慮掉這些spam 發現大部分人真的想要這個時候 就可以趕得不錯 對 但是原則上我們希望保持這個界面的乾淨 就是不希望說這邊有圖那邊有圖 雖然有圖是有時候習慣的是不錯 可是當畫面太多花花綠葉的東西的時候 是會造成視覺上的疲勞跟困擾 那剛剛有提到說這邊為什麼不要放那個小圖嗎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地址已經不短了 這邊沒有太多空間可以再放那個圖了 所以這當初沒有再發現東西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的地址都很長 然後如果是英文地址 它可能有更長 所以這邊原則上字就很清楚了 好像沒有必要再放圖 那使用者不小心按到這個跳到這裡 他以後知道了按這個也OK 但是原則上這邊都還有提供他們access 也要這麼說 有一個小建議啦 其實那個地址電話 你不用寫地址跟電話的 大家都看這個最好是知道地址知道的電話 沒錯 我覺得這個講法也非常好 那時候也在想說這根本是多餘的字嘛 但是這個距離是多餘的嗎 你覺得 不是 那等於說這邊放一個距離的話 這兩個拿掉 距離也可以拿掉 距離可以拿掉 這個公尺你就知道 就很明顯 這個拿掉就很明顯 對不對 好 我回去又跟他們講說 我今天有聽到這個p-back 對 好 還有嗎 還有什麼可以拿掉的 距離可以拿掉 哈哈哈哈 把什麼距離拿掉 沒關係 把它自中放 然後 全部自中喔 沒有沒有 我說距離自中 然後下面它兩個靠左排 這樣子 它就可以明顯分別出 距離自中 這靠左排 各位都贊成嗎 舉手 哦 目前一票 你可能要發動span 發動span是開玩笑的 各位應該知道吧 哈哈哈哈 一直看不下去 對 再錄下來了 對 對啊 那還有 其實我們還有 當初有 比背這個東西 比背很久 就說 這真的需要 就賺錢 比如說按的比較好 為什麼要多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我後來就是 做了很多版本研究發現 你不加這個鈕 人家不知道這個可以按 可是因為它不是 button 對 但是 如果你加了這個鈕 大家就會 因為有了箭頭嘛 我想大家已經被train說 有箭頭 按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那時候沒有放在箭頭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這個是可以按鈕的東西 因為 長得有點不像這個背景 因為很多人也不知道 這個是可以按的 用什麼吧 就很怕 搭的又很醜 就一個在這裡 就覺得很醜 所以最後放一個這裡 大家就可以借到關係 那 UI 是蠻主觀的東西啦 那原則上我們就剛初做這裡 做了很多的 prototype 然後給大家去看說到底要怎麼樣子 然後最後這是我們最後綜合起來變這個樣子 那至於那個要不要換成一個 icon 我覺得我可以去跟跟我們決定在開發那個團隊講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個也是對 UI 比賽相關的 就是你們在產品在開始規劃的時候 你不會還是有 H&E有互相討論的時候 你是決定出來 UI 還是說你們的 就是如果我們也是有一些什麼 design的成分 嗯 可以給他一些東西 哇 這問題非常好 就是我repeat一下問題給那些人提 就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開發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一開始就有這些 UI designer 幫我們設計 還是說是我們 engineer 自己去設計的 那其實兩種都有 那就是說 我們公司有一些 UI designer 他們也有他們的工作 那我們一開始在做這設計的時候 一般來說都是 engineer 有興趣的 自己去安排這個 UI 等等 然後做出來給大家試 那等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我認為自己才設計不出漂亮的 UI 的時候 就去找認識的 UI designer 問他們願不願意把 20% 的時間給我們 幫我們去設計這些 UI 那我們一起不錯 在開發這個時候 我們有找到一些不錯的 UI designer 幫我們去設計這整個流程 然後就是讓它比較簡單 然後但是可以達到功能 所以對 在我們這個 case 有 那現在我們都認識一些 UI designer 所以在開發什麼時候會先去問他們 因為他們還是真的滿專業的 很多幾個工程師 一直討論不出的問題 到那邊就這樣做就解決了 所以這是術業有專攻 好 那 OK 所以剛才最後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秀什麼功能的話 你就把它畫在畫面上面 接下來 Q&A 對 剛剛大家可以再問問題了 那 在 Q&A 之前 我還想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覺得 就是在 Google 這樣的環境 然後才有 才有